日本对美国川普政府有意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表示欢迎 同时表示专门为美国加入TPP而重新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本负责处理TPP事务的经济产业大臣茂木米聪昨日表示 如果川普的态度意味着他了解到多边贸易协定的重要性 那么日本对此表示欢迎 但他也提到如果是要按照美国的要求来重新谈判以及修改TPP 那将会是困难的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要求重谈协议 或者是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FTA 这两者都是日本不想要的结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周与美国进行高峰会谈时 将会向川普提出新架构来讨论贸易议题 希望说服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日本经济大臣茂木米聪渴望领军日本代表团 而美方则由贸易代表赖海哲来主导 日方提出的新架构将有别于川普和安倍晋三 于2017年设立的双边经济对话 新架构会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、基础建设和技术支援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云山整理报道 新构会设议